马来西亚莲花陈华 问 顶礼至尊根本传承上师 临身佛佛 师佛文集中提及光明真言 可以超度极利益无形众生 对 光明真言 光明真言是可以 弟子想请问 如何观修极念光明真言 来加持清净的沙土 他要问 如何观修极念光明真言 来加持清净沙土 他用光明真言 来做超度 跟利益无形的众生 光明真言有这样的功用 如何观修极念光明真言 来加持清净沙土 你念光明真言 就可以了 念光明真言 念光明真言 加持清净沙土 加持方面 你如果要有气的力量 用你的气来加持 你如果有本尊 就用你的本尊来加持 那你念完光明真言以后 请你的本尊来加持光明 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 你有气 像师尊在加持福呢 我在加持福是这样子的 这个福哪来 有一件事实 我跟你讲 跟大家讲 昨天晚上 师母哪来三道福 回到南山亚瑟 我一直跟他讲 你一定要吃这个福 因为他有时候半夜睡觉 半夜睡觉 然后会醒过来 醒过来要上厕所 那年纪稍微大一点 当然 膀胱就无力 有很多人 年纪大的人都穿这个 尿片 跟baby一样 因为 老了就跟小孩子一样 跟baby一样 就是要穿尿 尿片 然后 我就拿了三道福 你一定要请这三道福 他就 师母就拿了三道福 昨天晚上回去 我就加持那个福 怎么加持呢 就这样子 按了 加持怎么加持 对着那个福 就加持了 你们有听到声音吗 没有 那力量很大 加持这个福给他以后 他昨天晚上 要试 还故意试那个福的威力 多喝两碗水 要睡觉以前 多喝两碗水 还吃了一碗 利豆汤 利豆汤是做什么的 利尿的 冷的东西 多喝两碗水 还吃了一碗 利豆汤 然后才去睡觉 平时没有这样子 他一看我加持福 他就这样 考验这个福的力量 要等于是要考验我 结果呢 他一躺下到天亮 连起来都没起来 恢复正常 连醒过 他每一天晚上都要醒过来 要上厕所的 而且上厕所有时候还来不及 其实 他那一段路很小的 他一起床 旁边就是 一进去就是 他的那个 好像说洗手 洗手 浴室 然后就是厕所 他旁边就是 我还很远 我睡的地方要起来 还要走 经过我的那个 沙花椅 还走一段路 才转弯 才进到那个 这个我的 我自己用的 这个厕所 再走回来 差不多都醒了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加持的力量 很有用的 你有气的加持 加持在 你念完 光明真元 然后再加持 撒 撒那个撒 再焚头 这是帮助 这个 这个 有民众生用 撒那个撒 是帮助有民众生 一般来讲 你这个 或者是 用 也可以做清净 用盐 跟盟 都是做清净用 你念光明真元 一样有光明 那你撒撒 再焚头 是帮助 加持 就是用气 加持 不然呢 你就请本尊 那观想 他的光明 本尊的光明 跟你皱的光明 合一 去加持 加持土 加持米 都可以的 这是清净沙土 盐 米 跟沙 一般在旷野 就用 这个 坟头 帮助 这个 幽民众生 是可以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